要掌握股市投资消息就加入 海豚官方Lite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范志宏 刚才第一阶段跟大家讲 昨天的CPI显然是多方 在这个决战之中胜利了 但是今天指数却收了一个常上引线 而且带量是出货线吗 要不要开始逃命了呢 大家就去看第一阶段的解说 这阶段要讲强势族群 下一阶段我们要讲一下 广达的法说是不是真的变法会了 昨天法说明明开得不错 为什么今天却开高走低 待会大家记得要去看 我们就要看今天的强势族群 今天强势族群的部分 介绍上最近资金还是有轮动快速的问题 就是像今天前又跑回到银建观光饭店 另外就是光学镜头的爬升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银建的部分 其实我也必须要讲 之前跟大家讲过 银建族群虽然说 应该说是说有修正 但是他并没有说出现整个结构性的破坏 那当然说经过修正之后 他也是有机会再去做进攻 那今天的上涨其实也未必代表说 整个银建族群又重新回到了主流 今天目前只是第一天 那当然说你也可以去赌 比如说今天黄昌是有补量 这个占回全军线 那你今天去追价可以赌一下明天续涨 那如果错就手今天低一点这样子 只是我个人就觉得说 银建这一块就持续观察吧 就持续观察吧 那再像是1453的大将今天也涨停 那2537的连上发 还有之前的银建族王5508的永信建 今天都有出现大涨 那有没有机会银建重回主流呢 我自己是不希望 因为我没有银建股 那如果说你有银建股 那就恭喜你 但是我是希望钱 留回来一些海澄手上的持股 好那个部分大概是这样 那再来就观望饭店也是一样 就是建商目前都是处在一个 族群还是比较处在一个快速轮动 然后但是呢你说 又不是像海澄昨天讲的 就是说你留意接下来 可能要转为弱势轮动 就是说今天可能大涨 明天就出货状况 所以目前这状况也没有出现 所以类鼓轮动变成是正向的快速轮动 就是说今天大涨 明天休息 可能过几天之后再轮回来 那这个轮动的话 重要我觉得还算是好事 那再来就是光学镜头部分 其实2374跟3059 其实他们算是比较偏向机器人概念股 就是机器人上面的一些镜头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3362的部分 先进光呢 这部分可能就比较偏向消费性 特别像是手机相关的 或NB相关的 因为接下来至少Computers 或者是接下来第三季第四季 准备要进入消费性的旺季 那有可能呢 这边就开始也有一些买单呢 买盘呢 进去 也不能说赌啦 进去布局后面的行情 但是说这个延续性可能就需要再去做观察 整体来看呢 在今天的族群轮动 大概就这一些 好那这阶段可能就比较短一点 那待会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广大法说会 真的变法会了吗 我们待会大家来看 那也别忘了 海藤营收成长股 现在在持续领取 而且今天是 好像是明天最后天 反正就大家赶快来领 活动即将结束 好那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广大的法说会 海藤怎么解读 华冠投顾 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